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 我们下面接着讲 刚才讲到通过这两张画 分析中国绘画的笔墨精神 什么是好的画 什么是好的笔墨 可能大家刚才也都听懂了 中国画是一种诗意来的绘画 它是一种有寄托的东西 寄托的什么呢 就是寄托的画家的情怀 所以这跟画家的品格修养 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他的提拥 我们就能看出来 他在画上的这种寄托 是吧 虽然是寥寥数笔 你看他写的这首诗《香雪凝滑冷淡生》 这不是一个热热闹闹的 是一个冷淡的梅花 就是人生也是追求的 你不要老追求那种繁华的那种歌物 那种歌物生平那种 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追求这种奢华的生活 不是 它是香雪凝滑冷淡生 是吧 并无浓艳动人情 不是那种热闹闹的场合 不是那种东西 动人情 谁从本色来提品 是不是 谁能够能够去看人的时候 你是从本色来提品的 你要看人要看到本质 是不是 知己难逢宋广平 是吧 像宋广平这样的知己 能够了解我的人是不多的 知己难逢宋广平 当然他提的宋广平 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是吧 一种知己 所以我们看读中国画读诗 为什么中国画是一种诗意类的绘画呢 就在于此 这里头并没有把那梅花都刻画得多么的真实 没有 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什么说 就是我昨天讲这个齐白师说太似媚族不似为妻室 是吧 你把那东西表现得太 表现得那么充分了以后 它就没有什么可读性了 是吧 一目了然 什么叫一目了然 一看就全门就完了 是吧 所以中国画是要品读的 是吧 在品读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发现它的笔墨里的那种寄托 我们讲寄托 是吧 因为诗也是一种寄托 诗要讲寄的 是不是 我们的寄什么呢 寄情怀 是吧 寄一个人的性格 一个人的情怀 所以中国的画是诗意来的绘画 中国的笔墨里头也是诗意来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读懂中国画 这是从我们来分析这些作品 从大的从小的从刚才满的到各种方法的 是吧 到个性的方法的表现的 到这张到李方英的这儿 我就看到了这是大写一画 这就是大写一画 后面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是画的一个梅根 梅树的根 老的一个梅的根 它这个图章这俩字也很好 这俩字写的是存我 所以我们用图章的时候也是一种寄托 我说这个是个闲章不是个名章 这是个名章 方英 方英是他的名字 这下面盖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闲章 这闲章写的是存我 存什么我呀 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和你不一样 是不是 就是自己的那种情怀 那种精神 要在画面里 要从画里面有所张扬 有所体现 这个就叫存我 是不是 所以这个图章的运用也是一种修为 也是一种修养 也是一种境界 也是一种文化 所以我们看李方英的画 这些东西当然都不是大品 都是不是很大的一些画 但是精神是硕大的 这个人格的精神 让我们看到 所以李方英呢 在清代这些画家里面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 非常的 这个笔墨见精神的一位画家 这些都是 包括他这长题的这个画 我们也看得出来 你看他这个画画得冲天上去了 八一只折下来 歪过来 这个画 而且这个笔墨有时候很难驾驭 这个笔墨其实它就是两条线 这里面是空的 我们看到了 这里面既没有村也没有擦 不是像文正明的 还有一些村擦 还有一些树的表现 它这没有就是两条线 包括这也都是 就是两条线 但是那鼓力已经有了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笔里就有鼓 你看这长题 所以中文化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这个提多少 提什么 有提还是无提 有的就是一个穷款 是吧 如果这张画画得很丰满了 就是不用再提了 能够读 让人一下能够读懂 也可以穷款 是吧 有的好多画也都是穷款 但是有的就是常提 有则提 无则可以不提 但是不提的时候 你要注意画面的精神的感觉 这些古人 因为他们的文笔也非常好 他们的诗也很好 常提 有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诗 也是古人的诗 他们也是把古人的诗用过来 这个我们应该知道 就像吴昌硕的这样的人 他也经常提古人的诗 用古人的诗 古人的这个意境来 来去画画 画画提古人的诗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这也是 这是一个淡漠 其实我们看古人 看古人画画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人想象的 或者我们现在 因为中国文化跟西洋文化不一样 我们画是性灵的艺术 是思想的艺术 是境界的艺术 是情感的艺术 是吧 是瞬间的那种情思的一种宣泄的一种艺术 它不是那种理性的东西 不是像西方画的一种理性分析 理性去画 那个叫创作 所以现在说一说 我们搞创作 其实这个词都是从外国来的 那么现在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叫创作 我们画的一个大题材 有一个政治前提在那摆着 为了这个目的就画那样的画 慢慢去抠吧 是吧 一遍搞两遍搞 然后把它画完整了 那样画 这是一种创作 像什么什么 画的什么开国大典了 画的这个 那一画画半年 甚至画几年 那个东西叫创作 是吧 但是那个东西的话 跟我们讲到中国的这种文化 它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种文化里 它没有什么创作 不创作 它是兴致所来 拿起笔来就画了 画了把自己的想说的话 寄托的东西发挥出来了 就完了 是吧 它是一种情怀的表现 是吧 诗意里的情怀的人格的精神的一种体现 所以它的笔要求笔墨里头 为什么我讲笔墨 笔墨 笔墨这里头就是这样出来的 这个笔墨里代表了你的精神 你的寄托 你的修为等等 在一瞬间的这种程度都表达出来了 是吧 所以这跟那种创作 我们如果我们用那种方法理解中国画 拿起笔笔创作 那怎么创 那这种画就没法 是不是 也不是理性的分析 这个它不是 笔顺着来 构图 我们现在讲的构图就是至尘不适 至尘不适 就是这已经被成画家的一种语会 你既然是画家 你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至尘不适 就是在这张纸上怎么去安排 怎么去调动笔墨的开合疏密 其实就这道理 很简单 是吧 但是精神 情趣 思维 性格 就在这笔墨的瞬间 所以很多中国画 就是这么 修其我们的写艺画是这么画出来的 不是把它事先有个稿子 怎么去计划 怎么去上 不是那回事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中国画写艺画 它是怎么一个画的过程 这个画 这也是清代画家画的 这张画画的就不好 为什么说它不好呢 这个画家的画比比较生 我们所说的生呢 就是刚才我看李方英的时候我就讲了 他的画是控制内敛 虽然比苍茫 但是气在那控制着 我们到吴昌硕上明显的就感觉到了 吴昌硕和前面的那些大家的一些区别 这个画相对于饱满 画的东西比较灿烂 是吧 用笔很豪横 很豪放 所以吴昌硕我是最喜欢吴昌硕 也是最崇拜吴昌硕 到现在我就认为吴昌硕在清末民初这个阶段 他是个领袖性的人物 因为他开了一代画的新风 是吧 没有吴昌硕 何来齐白石 是吧 我们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很出卖他 我也一生都在学他 也在致力于在研究吴昌硕 但是吴昌硕这画是不是全好 另当别论 好的真好 有些也不好 有些综合气过重 就是刚才我说的 它已经是综合的过重了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要注意 分析起来这个人呢 就是为什么呢 像吴昌硕这么大学问 他能不知道吗 他不是 当时的社会条件 他要卖画吃饭 是吧 养家糊口 是吧 他又没有工资 也没有什么一家的人 他就 哪可能天天画画都那么用心 天天画画都那么什么 所以有时候 他也应酬之作很多 应酬应酬的话 恐怕就应酬出了一些最有综合气的东西 是不是 不是太讲究 讲究和讲究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待一个画家的时候 要理性的分析 我们这样学习不是说是在批评古人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从古人的身上折射出来哪些好的品格 我们要继承要学习 哪些我们要注意 在以后的画里谈话的时候 我可能还会谈到这个话题 你看这张画就非常好 这一个茶壶 这一个茶杯 这个茶壶的用笔非常的爽 那个线沟很好 颜色的运用 典雅 是不是 虽然是血液 虽然用笔很那么骨厚 但是画面很典雅 看出来了吧 那种细细 是不是 那个梅花 用笔那么苍茫骨厚 当中又透着点牙 是吧 这是一张好画 这在吴昌硕的画里是一张很难得的一张画 是吧 这张是一张非常好的画 我们讲梅花的时候 在清末 因为这本书它主要是历代 没有近代 没有谈到齐白石 没有谈到齐白石的梅花 没有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齐白石的梅花 他基本上前期他都在学金农 还有他湖南的一个老乡 他认为他湖南的老乡画得很好 也是他的一个前辈 他说这个画家可以跟吴昌硕比肩 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一看 这个画家的梅花画得并不是很好 齐白石这个人也是一个很个性的人 也是一个自负很高的人 所以呢 他的画里头带有他自己的品格 所以他的画一看就是齐白石的 是不是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昨天讲齐白石是个天才 所以他一下笔就有 别人可能一下笔没有 那没有办法 是吧 就好像有人唱歌 不用教 他听两天录音带 他一唱出来就很好 你这个可能一唱出来就不对 怎么交替也不行 是吧 这是天才的问题 所以我说这里头没有讲到齐白石 后面还有李虎禅先生 还有潘天寿先生 是不是 潘天寿那枚花的 我们也看了 画得很讲究 构图呢 很讲究 题用构图都很讲究 他的风格明显的有他自己的东西 所以他有一方图章说明了他的思想 一味霸汉 对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这方图章 一味霸汉 这个霸汉在中国文化里不是一个好的概念 是要避之的 好多古代画家 甚至像齐白石 都对于霸汉 这个词不是那么去用 但是唯有潘天寿用了一味霸汉 霸汉不行还要一味 是不是 什么意思 是吧 我们只有读他的画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一味霸汉是什么意思 他的霸汉 通过他的画的构图 通过他的笔墨 确实有出了一种霸汉之气 他的画往往冲天塞地 不留空白 以石当白 一块大石头 一下子就把这画面全都充满了 是吧 我们讲构图的时候要讲留天地 天地留白等等这些 是吧 他不像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充满了 是吧 把一个鸟举得高高就举在头上了 从他这个构图的方法就够霸汉 是吧 但是你去分析 石头是一条线 几个线撑起来 他用几条线把这画面就撑起来 这个在前面的画家里头没有 在吴昌硕里也没有 在齐白石里也没有 在其他的画家里头也没有看到 他的画好多从外面进 不是从里面望外画 他是从外面望里画 所以他的一位霸汉是有他 是他自己的一个精神的表述 在他的画里的一种精神表述 他的用笔很古厚苍茫 他的用笔我们说远转 他的画里头很见角 你抱他的石头 他很个性 和一般的画家不太一样 修严很高 人格精神很高 但是他的画有一种冷气逼人的感觉 是吧 不像齐白石那块 亲近的感觉 齐白石是一种让你感觉的一种亲近 是不是 潘先生不是 他那种冷和拔大山人的冷又不是一样 一种霸汉出来的一种气的一种冷 冷气逼人 当然了这是他的优点 是他的画的优点 他画的松树也是 刚才把梅花的基本都讲了一遍 那么我们下面就讲一讲兰花 这个兰花也是 我们还是从明代的人画的一些兰花 我们现在看周天球的这一张兰花 因为明代离我们比较久远 它现在的东西不是很多 是吧 这个兰花画的很简单 一个土坡 有几只兰花 兰花土坡几乎用的都是一些淡末 很淡的一些末 就是在这兰花下面画了一点草 这个兰花的这个心呢 用一些朱末点了一点 画面看起来很典雅 可能明代那时候人的风格和后来还不太一样 所以这张画呢 我们从现代来看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可取之处 它只是画的相对啊 比不还比较典雅 但是没有太多的 从技法呀各方面啊 性格啊这方面表现的东西还没有 当然呢这也不是说明代的人呢 这个兰花都是一样 是吧 这是杜达寿啊 画的兰花 这是杜达寿 也是明代的一位画家 但是从美术史上呢 考察就是这样的画家呢 是不是有很有大名 也不是啊 这是只是流传下来的 这明人画的兰花的这个 这个图示啊 这样一个呈现 用双钩的办法 但是它这个可取之处呢 就是它这些双钩的竹子叶子的用笔的实转 这些画家呢 我们觉得我们从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啊 因为写一画不是说全都是大笔一挥啊 有的时候 该细的地方也很细 也要用双钩的办法 大家看我有一张画也是 但是以后我会讲到我画的那个兰花的时候 牡丹 松树 藤萝 底下有兰花有什么 那个兰花也是用了勾线的办法 勾线填色的办法 不是直接写的办法 因为画面的需要 是吧 写一花鸟画家 来说 它要十八般五一度行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画画的时候 要根据构图 根据画面 来安排哪些东西用勾的办法 哪些用的办法 用写的办法 哪些用的东西是吧 就是用直接的这种大笔实书的办法 它也要根据画面 根据这个章法的安排来进行这个画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我觉得呢 这个有可取的东西就是它的勾法 这个石头倒不见得有什么可取的 因为这石头画的比较碎 这张画是一个不知道谁画的 是明代的一个人画的 是吧 但是这张画我觉得画得很好 画得很好 这张画呢是兼工戴写 这个里面呢 这个蓝叶还有金 这个蓝花呢 是用什么方法画出来的呢 这蓝花是用了一种胶 用了胶画出来的 胶里面点了一点点白粉 有一点点很清淡的一点点粉 因为有胶啊以后呢 画了以后呢 在上墨的时候 这个墨就进不去了 就把这个画的形象就留住了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过去小时候学画的时候 这种方法用的也很多 这张画 这个整个从构图 从笔墨 从兰花的形态 都是画得比较完整 这里头我们去看的话 它这个 因为这画的是一个扇面 我们知道扇面很不好画 到现在我们也知道 因为这个扇面这个东西 它这个纸啊 它不那么吸墨了 它本身上就有一种胶帆 上过一层胶帆水了 是吧 所以它就不吸墨 所以呢 它不是很好画 但是这张画画得还是很完整 从构图啊 从整个画面的气氛 他画得都比较好 这就是文征明的画 我们看文征明的画的时候 那种形式感就很强 这个文征明的画 你看它这个兰花画的一个势 很强 这个势 而且有种风的感觉 是吧 而且画得很文静很典雅 在明代的时候这个画 这个写一画啊 还是要求一种文静 一种温文尔雅的一种精神表现 是不是 所以文征明的画 你看这竹子 这几片竹子 咱们分析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这六组 在这个上面几乎都是四笔 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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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只有在这一部分的笔墨里头有一点点重叠 这也是四笔 然后就加了几个笔 这是四笔 四笔 四笔 还是四笔 我们从数数都能把它数出来 而且形式呢都是这个落雁的形式 这个落雁的这种形式 所以呢 从形式感来说 它这个画面的简而又简 这个是做到了多一笔不行 少一笔不行 我们去掉一笔 你看 马上就不一样 所以减一笔不行 多一笔也不行 做到这个程度 很典雅 很文静 这是那个时代的画风 所以文征明始终在画坛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占有很重要 他的书法 他的绘画都很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名单 这张画就是清代的一张 吴正道人 我们现在也无从可考 这个吴正道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张画画得也比较细碎 没有什么更多可取之处 这一组我们也可以看到画得比较呆 这个用笔就是感觉出来 这个石头也是画得很碎 这个用笔这都是毛病 这个不是很好 这个用笔很生硬 这个用笔很生硬 你看这个用笔到这儿 不是很好 这个用笔也叫生硬 这个竹子画得也没有性格 文文当当 反正就是那样 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可取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批评古人 我们是在学习 所以我们在分析画 分析每一个人的画 分析他们笔下的形态 但是有时候这个东西有时候 因为我也有很多现代画家的朋友 是吧 大家伙也是在一起画画什么 有时候这个画就是 你说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画如其人 画画这个东西有时候很难说 这个人你说他读了书了也什么 他懂不懂 可能书也懂了 他不行 他就是改变不了 他画起来就那样 这也就是所谓的无可救药 就那样你给他开什么药方都没用 是吧 这也是画如其人的一种表现吧 是不是 现代也是这样 现代有好多画家 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 你说他不懂吗 他也懂 你说他懂吗 他画出来就那么肉肉的 是吧 这不太好 就说这样 就是中国人讲画如其人的这个画太深刻了 这个明显就不一样 这张也是轻人的画 诸生的画 你看他这个用笔 这个用笔 从上往下 这个笔转折 这个笔 但是很自然 就不像刚才我讲那个生影之间就过来 这个笔很自然 而且很见性 见什么性呢 见画家的性 见自然物的那种性 那种物理 你看 这个叶子是个折着走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兰花的叶子它不是一个圆棍 它是个扁片 扁片在自然界里 它一定是有一个变化感觉 这个笔下都有态 我们就说呢 这叫什么叫笔下有态 是吧 笔下有态 画的就很好 有性格 有态 有势 有气势 有那种气感 下笔有气感 这就是好的东西 不管画面有多大 这画面可能很小不大 是吧 但是画得很好 这个笔的这些山石也是 它用了勾的一条线 你看这个线勾的很有性格 也很有那个石感 跟那物态的那种感觉 石头嘛 苍茫 那种感用笔 然后笔 笔 所以这个就是 好 这个我们就可以作为范本来学习 这个笔 这都是他的画 我们看这笔的石转 看了吗 这个笔的石转不是没有变化 这个笔是跳动的 这笔是下去以后 你看这个笔下去以后 巴 这笔就起了 下 又下 又起了 又转 巴出去 所以这个笔的石转在手里面是有变化的 那这些用笔呢 这个用笔 我们说顺势 这个用笔是怎么 这不是从根上画 不是这么画出来 这个笔是从这儿入进来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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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到根 这都是这么归 归到根 是吧 这一笔 可能倒是这么画出来 这一笔是这么画出来的 这个以后我们讲画竹的时候会讲到 说它这个笔要顺势而画 就好像我们画竹干 你要从左向右去 笔要从下往上走 从右 从左 左上角向右下角画的时候 笔要从左入而这样 这样顺 你想这个笔 如果你要这样走很别扭吧 有的小支可以的 因为它不大范围可以 但是大的就不行 是不是 它有个顺势的问题 笔画得很活 是吧 这个胎点也是剁出来的 大 前面我们讲过 这些草画的你看都很活 从这个画里面就能够看到笔墨的精神性 包括你看这个石头 这个人一看的话就应该像是北方画家 他画的石头都是笔墨的那种形式的 画得很好 这一位画家 所以这里面收录它的蓝草相对也多一点 相对也多一点 这个画也是 但是在清代的时候这种画画得比较公稳 这个画得比较什么呢 它的用笔还是不错的 种的看起来还是不错 但是它这里的这种画它画不是蓝花 是吧 它画的是这种宣草 画的这种宣草 这有花嘛 你看这个花都是宣草 并不是蓝花 它写的蓝竹 这可能是编辑的对这张画的误读 是不是 它把这个 可能它不是个画画 所以它就编进来 它认为就是蓝花 因为它这还写上蓝竹 其实这不是蓝花 这是宣草 但是宣草的叶子和蓝花的性质是一样的 但是宣草的叶子是宽的 我们看宣草的叶子有这么宽 兰花的叶子呢 现在的兰花也有宽叶子了 我们看也有这么宽的兰 因为现在这个兰花呀 实际兰花品种很多 是吧 我们看到现在还有卖的那种兰花的 也是兰花科的叶子是圆的 那种兰花不是也是兰花吗 兰花的种类很多 但是我们入画的这种兰花是草兰 是草兰 是草兰 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可以 我们现在看的那种兰花到这个花卉市场底下那种 这么宽的叶子 长得长得好多那么大圆圆的那种兰花的话 那种兰花在我们中国和画里头 尤其在我们写一花鸟画里 它不太入画 很漂亮 但是它不是很入画的 它只是那个东西 画不正确它吧 它不是那东西 画正确的东西 那个东西吧 那东西好像 它跟人性格的张扬 鼻墨的表现它不太顺 所以我们就很少去画它 所以中国画里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不是什么都画 你说老鼠苍蝇都画了 借孩子都画了 怎么还有的东西它就不画呢 有入画的东西 有不入画的 入画的就画 不入画的就不画 这张画 这点竹子画得也很公文 用比它这张卷本画 它画在卷上的东西 画得比较公文 这种风格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这种换句话说 在解放初期的时候 这种画还很多 琉璃场也还很多 我们见到的也很多 后来现在就很少见到了 现在几乎就见不到这样的风格的画 卖的也没有 这都已经是古董了 但是这样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 就没有什么更多的 在写一会儿也没有更多的区别 胡适坤 这个在清代 我们这个画家画得还是不错的 它用笔的方式 用笔的形象 包括它这些石头的画法 什么的 这兰花的画法 我觉得还是有可取的 还是有很可取的 那个时期的画风 大伙儿通过这个 我们来研读也看得出来 它相对的比较接近 是吧 你看这个石头也是叶岩的石头 这个折笔的东西很多 这个蓝花 这个蓝花一葱一葱的很茂盛 这个转折 这个笔 其实蓝花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说 一是蓝半是竹 是吧 竹子是一个很难画的画 可是蓝花呢 就更难画 一是蓝 也要用一辈子功夫来画蓝花 你能不能把它画好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一是蓝半是竹 半是就是你半辈子的功夫里画竹子 能不能把它画好 所以画蓝花 古人对于画蓝花是很敬畏的 是吧 不是说谁都能拿起笔的就画两笔 不是这样 当然了 这个一是蓝指的是画到一个高境界 高层次 要笔墨有笔墨 要章法有章法 要气韵有气韵 画到这样一带一个蓝花的时候 确实就不容易了 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就说画蓝花有多难 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古人尚且如此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 古人我们知道他天天拿着毛笔 是吧 他写字就得用毛笔 他没有钢笔 是不是 没有任何书写工具 只有一个毛笔 是吧 毛笔对于古人来说 那应该是就跟我们中国人吃饭使筷子似的 是不是 那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东西 但是画蓝花都很难 尤其是兰花的花 兰花的花就那么几个瓣 是吧 我们去看的话兰花的也就是五个瓣 三个叉 然后中间加了两个 然后出来里面的一个芯 是吧 是一种优美的花 这种优美的花体现在哪呢 就体现在它的这个几个瓣的关系上 就像女人的手指 优美的 你看这动作 身段 动作 胳膊 头的身子的动作就好像蓝花 花叶 花瓣的那种关系 是不是 呈现出了一种优美的感觉 所以我说中国画 中国戏 中国戏 这些城市的东西 你们去理解 你们才知道笔下的东西是什么 是吧 怎么去体现 这是一种优美的花 要画好了它 所以是太难 太难了 所以古人很敬畏它 说一是蓝 半是诸 道理就在于此 这是石涛的一张兰花 它画得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这张画 这个兰花画的到底有多好 我倒不见得它这张画画得那么好 因为它这个兰花 下面这个兰花大家可以看 这几个瓣的关系画得不是很好 这个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后面有好的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在分析你就会明白了 这是石涛的 但是这几个叶子 它的功力笔法还是很好 画得很帅气 这就是这张的大图 我们就看得更清楚 这还有根 这是蒋庭熙的 蒋庭熙是一位宫廷画家 他是宫廷画家 他是李善的老师 他也画工笔 也画写意 他的写意的功力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他画的这个画 我们看从笔墨的功力我们来看的话 还是有可取之处 这都是蒋庭熙 你们去看 你看他这个竹叶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文征明差不多 构图不一样 是吧 但是你看这竹叶子里的精神 这是方法 这是落叶 看看是不是 中国画的传承 是不是 你看这些蓝叶子画法 也像文征明的那个 所以蒋庭熙的这东西是有出处的 是不是 他也还是在继承 从文征明的继承过来很多东西 中国画的这种传承关系 我们中国画讲出处 绝不讲原创 现在什么都讲原创 文化的东西怎么原创法 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 是吧 我活了七十岁了 从小学画这么多 现在一提 这个他原创 怎么原创呢 我弄不太明白 原创跟好坏有没有关系啊 原创就好吗 西方有好多原创的东西 但是好不好 另当别论 咱们谈画法的时候 又谈到了精神方面 因为我们的画法里 本身存在的就是精神的东西 笔墨里面 是吧 那么你再看看 我刚才说是蒋庭熙 是从传承这个角度 我们来分析这些前代的画家 是吧 蒋庭熙和前面的画家 和文正明 你看 从画面上 我们一看 就看出来他们的传承关系 那么我刚说的李善 他这个画呢 我们去看 傅唐的这些画 他是蒋庭熙的学生 所以你就看他这个 但是呢 他画的 在青八家里的画的非常好 要比他的老师更好 就是他的画里面 带有很强的精神性 个性 在他的笔墨的呈现里面 是非常好的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面呢 我们还要继续的讲 我们把梅兰竹菊给大家都讲透 让大家能够理解 因为梅兰竹菊是中国写于花鸟画的最基础 最基础的训练方法 同时呢也是在笔墨要求里最高境界的一个东西 是吧 学会了这些东西 看懂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呢才能看懂我们的写一花鸟画 才能够知道好与坏 那我们先讲到这儿